嗨,大家好,山沐大叔又来了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方停车 该怎么停,像这样的车位,我们该怎么倒进去 我们现在先开过来 然后,看这个位置够不够长 看到了吗,现在车头的位置到这里 到前面我们这里看一下,这个位置够不够长的话,就是这样子看 先把车停在旁边 看,倒车进 看一下位置够不够长 这是我们车撑的长度 到前面那里,前面已经到了,然后看一下后面 后面,看你看车轮的位置,跟车厢的位置 那说明这个位置我们够,够我们停 长度够了,那我们就开始调整角度 好,先往前面走 往前面走,然后 要看后面的车轮 后走,要经过那个 花圃,那个台阶 还没有到,再往前走 现在差不多,就差不多已经走到了 看他的车轮 这个位置已经够了 那我们现在就要向左打方向 向左打方向,车头往左边靠一点 然后保持一个斜度 然后这样子就好倒进去 看到了吗?现在后面的车已经超过那个 花圃的台阶 然后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开始倒车了 然后看到这个倒车 然后看到这个倒车 然后现在开始倒车了 我们现在要向左打方向 左打方向,他的尾巴再向右 看到了吗? 现在,他已经超过那个台阶了 再往里面倒 现在开始慢慢的回方向 这个车身已经进去了 看一下这边 这边的车位 现在也准备路线了 这边 这边 驱动轴 要看一下驱动轴 不会爬上那个台阶 看这个驱动轴 驱动轴在这里 已经差不多也跨过台阶了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打方向 现在 向右打方向了 一点一点一点的 看一下这个台阶 压不到 側头前面的台阶也压不到 这样子就进去了 然后 慢慢的回方向 速度不用太快 这样的那个 是不是就进来了 看一下后面 就差不多 对吧? 后轮快定到那个台阶了 看一下那边 应该还有位置 应该还有位置 好 前面 前面看一下 前面的空位 还有小车的一个车位 这样子就解决了 可以相对的开前一点 对吧 这样子车翻停车就停好了 你看懂了吗 在留言 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好的我们下期再聊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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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